进入群组的任务中 您可以选择想要学习的任务 按下这里就能把它打开 选按想要浏览的教材后 会在新的浏览器中开启教材内容 首先会弹出单元说明 里面列出此单元的完成条件与单元说明 在教材的学习过程中 您可以在右手边的文字笔记中 输入您的笔记内容 按下确定 就能将笔记记录在此教材中 您还可以输入更多的笔记内容 若有需要针对笔记内容进行编辑 可以选按上方的编辑工具列 OneNote除了提供文字笔记外 还提供了很方便的手写笔记功能 手写笔记功能必须搭配浏览器扩充工具 才能够执行 目前OneNote主要支援 Google Chrome Firefox跟Sufferry三种浏览扩充工具 这三大浏览器扩充工具 安装方式大同小异 我们以Chrome为主 选按新增扩充功能 完成后 您会在浏览器的工具列上 看到OneNote的logo图示 在想加入手写笔记的教材画面上 按下手写笔记 扩充工具会自动截取该教材画面 并提供上方的绘图工具 完成后按下提交 这样就完成一个绘图笔记 在影音教材的学习上 OneNote提供了非常人性化的操作方式 如果影片不小心错过了 OneNote提供倒退10秒的按钮 按下后 影片可以马上倒退回前10秒钟继续播放 教材上的笔记 会自动记录影片的时间 选按该时间 影片就会自动跳至该播放时间 三文字幕深信 Street 请從四方订阅 influishop 小项 东乥 选 Kung 跟 回信